當時賀君翔就喝多了 看中的一個夜總會女孩 就猛親人家親的時候親了三遍 最後懷懷翻了下一場 下一場去了哪裡 我們跟大家說了 賀君翔大家知道了吧 我跟你講 前幾天禮拜二 禮拜二的時候 是誰生日 張綺杰生日 張綺杰帶了三個女朋友 一起去哪裡去夜總會 小姐之後呢 他們自帶了一個女生 這一開頭的 皮膚非常幼黑 他非常喜歡誰 他非常喜歡張綺杰 所以他那天很想要睡張綺杰 就女孩子自己想要睡張綺杰 但是那天也不一 高在葛思琦 520賀前AV導演蒲聚宇 開直播播六 不賣關子 直接點名已婚男生賀君翔 當時賀君翔呢 就喝多了 就在女孩子 看中的一個夜總會女孩 就猛親人家 他身頭我親了三年 親哪裡 親嘴巴 還生舌頭 重點是 他們最後還翻了下一場 下一場去哪裡 我們不跟大家說了 因為賀君翔是有婚姻的 有小孩了 你這樣講有什麼差別 我就不說了 下一場去哪裡 你自己知道 他自己講有沒有 有沒有 好 我告訴你 你們禮拜二的時候 去王牌的夜總會 去王牌夜總會又去哪裡 去的大子 沒錯吧 去了大子 沒錯吧 其他我就不說了 就這樣 好不好 大家知道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要人不吃 屈被提莫為 你以為包廂或的房間關起來 關起來地 你不會有任何的風箏 傳出去 結果那天 你這樣也可以講 我這樣就是打人啊 你那麼敢講 就那麼敢講 他打了獸心 好像是因為一些酒後那種 其實賀俊翔 桃色飛文布局這裝 三年前就被拍 暗向羅長髮熱褲妹 開疑似臉貼臉 驚到任人誤會 再親親 真巧 旁邊也有張勳結 因為你們沒有 有到接吻嗎 沒有 絕對沒有 就是有抱跟接受 其實第一時間 就有跟老闆說 就是難免當然 身為藝人 一定會被放大嘛 對啊 那當然 但他也明白說 其實 看起來就是 是好朋友之間 就是真的喝多了 他有高興嗎 就是誤會這樣子 其實還好 我跟妳解釋過了 其實還好 林翔這次 舉回又出世 針對各四七八六 求證賀軍翔經紀人 只回應 藝人的私人行程不清楚 事實 因為我昨天去查證 OK 我有錄音 我有查證 如果 婚進場 錄音調情 挑戰我的話 我就把正經拿出來了 不要挑戰我 我跟你講 真的是有